开年以来 我们频道做的都是一些传统厂商笔电的评测 唯独少了手机厂商的轻薄本 相比于传统品牌那种卷配置、卷性能释放的作风 手机品牌的笔记本往往更注重使用体验上的升级 比如更精致的外观 更多与手机的互动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换换口味 测一台荣耀大众价位的轻薄本 MagicBook X14 Pro 先来看一下配置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i5-13500H处理器 12核16线程 没有独显 内存是双通道16GB LPDDR4X4266Hz 我手上的这款是1TB硬盘的 型号是凯霞的BG5 屏幕部分它搭载了一块2240×1400分辨率的IPS屏 比例是16-10 刷新率60Hz 标称色域100%sRGB 这台电脑的参考售价是4999元 512GB硬盘的版本则是4699元 属于比较主流的价位 下面来看一下外观 这台电脑采用的还是荣耀经典风格 冰和银的配色 A面只有一个简洁的镜面logo 机身三面均用于金属材质 质感属于常规水平吧 不算廉价但也没有很精致 毕竟是主流价位的机器 不能在外观上要求太多 屏幕勉强可以单手开合 最大约140度 比例是16-10 上面框约半指宽 下边框一指宽 这块面板来自京东方 实测色域容积106.2%的sRGB 色域覆盖99.8%的sRGB 色准测试全率 平均DialtaE0.76 最大1.88 表现不错 屏幕最大亮度317nit 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响应29.53ms 灰阶39.47ms 这个响应时间还是稍微有点长了 敏感的用户可以察觉到一些脱颖感 总的来说 这块屏幕的色准很好 16-10的比例和高分辨率方便了办公 其他方面属于插墙人意 日常码字开会什么的肯定是够了 弹幕肯定会有人说 没给高刷啊 这确实是个遗憾 但是结合价格的话 我觉得完全能接受 C面还是一个常规的布局 开机指纹2和1键在右上角 按压力度与其他按键做了区分 键帽的尺寸比较大 官方宣传键程达到了1.5mm 实际打字手感良好 出货板的面积不小 滑动和点按手感也都在线 整机厚15.9-16.6mm重1.33kg 去年有不少人说 BagicBook 14超过1.5kg有点重了 你看轻的不就来了吗 另外它标配的也是小巧的PD充电器 只有186g 同时支持荣耀手机的超级快充 出差的时候带这么一个充电头就够了 接口部分 左侧是一个USB-A和3.5mm的音频接口 右侧是一个全功能的Type-C 一个USB-A和HDMI 1.4 接口数量比较少 而且唯一的C口会被适配器占用 感觉办公用途的话还是得自备一个扩展物 下面进入性能测试 CPU部分它采用的是i5-13500H Citybench R23单线程的成绩为1778分 相比上一代的i5-12500H提升了不到5% 跟i7-12700H差不多了 属于小幅升级 多个方面 跑一遍R23循环 第一轮可以跑到超过13000分 后面稍微下降在12000分左右保持稳定 跑分时前两轮的功耗较高 第一轮顶到了70多瓦 然后回落到50瓦 稳定后则是在40瓦左右 第一轮CPU维持在98度左右 之后则是在85度左右 其实看温度的话好像还有一点提升空间 不过40瓦的性能释放 对于一台14英寸的轻薄本来说也是够了 然后是核显 i5-13500H配套的核显依旧是80EU的iRes Xe 只是频率提高了0.15GHz 实际跑分方面 Timespy 1462分 FSE 2367分 Superposition教室 1003分 综合下来比上一代的i5-12500H提升了10% 略低于频率的提升幅度 这主要是因为这台电脑采用的是4266MHz的内存 对比4800MHz或者更高的频率 核显的性能发挥会受一点限制 既然提到核显了 我们也简单跑了两个游戏试一下 原神分辨率下最低画质CSGO 102帧 原神37.6 核显对于高分屏游戏来说还是太难了 1080P分辨率下CSGO 138帧 原神50帧 算是勉强可以玩吧 内容创作应用这边 相对不太吃GPU性能的PS可以跑到840分 做一些简单的修图教个作业是没问题的 对于这种核显轻薄本来说 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Office办公网页浏览 写论文这类的 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性能 反而是电脑和其他设备之间的消息传来传去很浪费时间 而到了这种时候 就不得不提一下荣耀的智慧互联功能了 比如使用电脑连接手机 可以开启多屏协同 在电脑上操控多个手机窗口 同时剪贴板也可以共享 手机接到来电时 也可以直接在PC端接通 连接屏板时有三个模式 镜像和扩展相当于把屏板当作一个便携屏 共享模式则可以进行文档和图片 视频拖拽互传等操作 键鼠也是共享的 这些功能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就已经演示过 就不过多介绍了 这次荣耀更新了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新功能 一个是快捷连接的动作 在桌面用鼠标快速触碰两次屏幕边缘 即可连接手机平板 这个比之前的一碰连还要方便 另一个是通知共享和通话共享 登录荣耀账号之后 即便不开启多屏协同 手机上的通知消息也会自动同步到PC 在电脑上就可以查看和回复 这个功能的使用性还是不错的 就比如我 因为要录视频嘛 经常手机开了静音之后就忘关了 有时候快递给我打电话都接不到 如果有这个功能 即便我专注于办公也能看到手机上的消息 总之 如果你是荣耀手机或者平板的用户 那这些独家功能你肯定用得上 对于工作效率提升也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我们照例来拆个机 看看它的内部构造如何 这台电脑拆机不难 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解开后盖 主板上本来有防禁电贴纸 这里我们为了方便拍摄撕掉了 电池容量为60Wh 实测PCMark10现代办公成绩为11小时28分钟 中高负载的脚本测试时长为5小时31分 应付半天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一整天的话 可能得稍微注意一下使用习惯 或者空闲时间用快充补一下电 原装的硬盘位位于右侧 我拿到的这台是1TB的凯霞BG5 PCIe 4.0×4 实测速率差不多是PCIe 3.0×4的水平 连续读3400 连续写3000 出款后大约还有700的写速 中规中矩吧 今年的SSD价格暴跌 标配1TB也是顺应时代了 平时多存一些大文件也不会像512GB那样捉襟见肘 而且这台电脑还有一个闲置的硬盘位 虽然只支持2242 但是总比没有好嘛 希望其他厂商可以学习一下 内存颗粒有屏蔽罩覆盖 42666的频率 跑分看图 无线网卡是板载 Intel HX201 支持WiFi 6 老朋友了 最后是散热 单热管单风扇单出风口的设计 规格好像低了一些 不过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嘛 我们还是看看口机实测表现吧 室温25度 单烤FPU CPU功耗40W 91度 表明温度部分 高温区域集中在键盘左侧 最热的键帽出现在了W 44.9度 左侧腕托34.6度 高负载下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背面热量也是集中在左侧最高处45.6度 然后是噪音 满载人位分贝值是48能感觉到 但是比游戏本还是安静不少的 总体来看MagicBook X14 Pro的散热中规中矩 它的性能释放比较高 键盘稍微热了一点 轻薄本日常一般不会一直满复和跑 这个散热水平也足够了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于这台电脑的表现有了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缺点供各位参考 这里的缺点三我想单独说明一下 这块屏幕在你自己使用的时候可视角度是够用的 只有遇到角度比较大的场景 比如说给多个客户展示产品这种情况 才会发现屏幕有些发红或者发暗 我个人认为影响不是很大 比较在意的话可以去线下实体店看一下 经常关注笔记本的朋友应该知道 之前荣耀笔记本是没有MagicBook X Pro这个系列的 有的只有定位更低的MagicBook X 和定位稍高的MagicBook梳子系列 所以这台MagicBook X14 Pro的推出 其实是一种细分市场的尝试 既要定位在主流价格 但是各方面又要比入门款更高 要Pro一点 从实测表现来看 我认为它的使命应该是完成了 新的MagicBook X14 Pro比去年的主力产品更轻便 而且拥有双硬盘位 应该会成为荣耀在4000-4500架位段的主力机型 如果你正好缺一台用于办公上网课写论文的轻薄本 那么这台MagicBook X14 Pro 以及它的大屏幕版本MagicBook X16 Pro 这两台机器的整体表现均衡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 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放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比拔评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卖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比拔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